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李克强表示中韩是近邻 建交25年来友好合作是中韩关系主流 昨天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谈 对中韩关系发展做出规划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 进一步增进互信 推动敏感问题妥善解决 使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再出发 促进双方民众扶植与地区和平稳定 李克强指出 中韩合作领域广泛互利共赢 双方应抓住机遇 巩固两国关系转还改善系统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适时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加强创新金融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更好造福双方人民 文在寅表示 韩方愿同中方加快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 扩大务实合作 早日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为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地区和平与繁荣 做出贡献 本期节目